58岁李平入院检查,肠胃频繁长膝肉害怕病变,心情紧张救助网友。 3月6日,58岁知名演员李平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分享了一段视频,曝光了自己的镜况。 视频中,李平穿着病号服出镜,他的精神状态还可以。 他对着镜头说道,大家晚上好,我在医院,不是拍戏,我真的住院了。 我要做肠镜胃镜的检查,不知道为什么我肠胃频繁长膝肉,每两年就要检查并切掉。 他坦言自己饮食很注意,不知道为啥总是长膝肉,因为害怕病变,所以两年做一次,顺便查体。 虽然不是第一次检查身体,但他说心情很紧张,毕竟每次入院要做很多检查,还要喝谢药。 最后,李平不忘祝福大家渐渐康康,也希望自己能顺顺利利。 网友们看了李平的视频后,担心不已,纷纷留言。 有人写道,李老师,你肯定没问题,一切都会正常的。 还有人说自己每年都入院检查肠胃,且特别容易长很小的膝肉,还没办法切掉。 于是他调整饮食,第二年就没了。 看到此网友分享的经验后,李平立马求助对方,究竟怎样调整。 但没得到立刻回复。 提起李平的名字,相信大部分观众都不陌生了,入行多年的他,参与演出过太多经典影视剧了。 这些年来,李平演出邀约不断,很多热播剧都有他的身影,比如《维屋里的女人夏洛特》《烦恼奋斗》等。 事业顺利的他,感情有点曲折,他一共有过两段婚姻。 他与第一任丈夫婚后育有一女,遗憾没能白头偕老。